你怎麼看說因為賴清德當選 那這個大家會覺得兩岸很緊張 像外媒昨天都在問兩岸的緊張關係 那拜登還馬上就說他不支持台獨 甚至這個ECFA可能就先斷掉 那你怎麼看 確實喔 昨天的選舉結果是蠻可惜的 事實上大多數的選民 他選擇了侯友宜跟柯文哲 其實都是屬於比較 兩岸應該要溝通 兩岸應該要交流 台海要和平的 可是非常無奈的 因為賴清德雖然只有40% 可是他當選總統 所以未來的怎麼樣去管控台海之間 不要發生危機 還有在兩岸之間 不管在經貿交流上 會不會因此而我們台灣受到更大的衝擊 這就是非常大的挑戰 所以你可以看到 美國事實上也開始出手 他們在所謂的就是管控危機 那麼重申不支持台獨 當然也是擔心賴清德的當選 那麼是不是對中國大陸釋出一個非常不友善的訊息 那麼我想美國也擔心 因為台灣的一個選舉結果 不要有任何的大家有一些誤判 那麼所以我覺得美國也有在出手 那麼但是不論如何我想我們在野黨自己也要去做合作 那另外就是我們可能比較擔心的 就是在選前ECFA 事實上中國大陸已經釋出就是有很多早收清單 要提前來結束 那麼一定會對相關的產業產生衝擊 但是呢很遺憾的 在之前其實民進黨的做法 通通以所謂的中國界選 來去看待所謂ECFA 可能很多產業它沒有辦法再能夠繼續享受這個優惠的稅率 那麼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對於這些產業說實在 他們都是很孤立無援的 那所以現在選舉結束了 所以要請民進黨政府不要再以所謂的中國界選去移轉 他們應該針對ECFA可能斷掉的一個 他們應該要做的一些因應措施 那所以我覺得這點應該是當務之急 那麼尤其這麼多產業 它有這麼多影響這麼多的就業人口 所以這也是我們非常擔心的啦 就是我想 未來ECFA還有530多項的早收清單 會不會因為昨天的選舉結果 那麼到時候可能這些產業又受到非常大的一個衝擊 國民黨現在成為國會的多數高端 是不是可以要更有力的去追查這件事呢 當然我覺得過去就是因為行政立法獨大 所以呢每一次在立法院 包含過去要公開高端的疫苗合約 或者過去說要採購國外的疫苗 或者是要公開這個3加11的報告等等之類 全部都被封殺 那麼未來這個國會已經完全不一樣了 所以我覺得過去我們希望知道的事情 我們希望能夠把一些人民想要知道的這些黑箱 應該要打開黑箱 這個我覺得都是我們應該去做的事情 所以高端的疫苗 我覺得我們立刻大家聯合提案 行政院沒有什麼道理再繼續的推組 請問委員就是現在立法院上面 因為民眾黨成為少數的關鍵過半 那在之後的議題上或是立法院長上 國民黨這邊會不會想要拉攏民眾黨 或是在立法院長的席次爭奪上的選擇 我想基本上 未來在立法院裡面 大概應該第一件要談合作的事情 一定是立法院長跟副院長 因為國民黨這次沒有辦法單獨過半 所以如果就是在野黨希望能夠 能夠爭取到立法院長的話 就勢必要合作 所以我覺得其實在選前 我們就一直有談到 就是在選後未來應該跟民眾黨合作 而且柯文哲主席自己不是也有講嗎 是在立法院長的部分也願意支持韓國瑜 所以我覺得如果到時候這個立法院長 國民黨跟民眾黨都有共同 可以支持的人選的話 那麼我想我們對這樣的合作 應該是樂觀其成的 你會不會擔心說 可能民眾黨或柯文哲這邊 就是選擇支持游西困 跟民進黨合作 這也不可能 這個因為過去民眾黨本來就有講 他們在合作上 他也沒有說一定會跟國民黨合作 那但是我想對我們來講 就對國民黨來講 一定是全力來爭取跟民眾黨的合作 不管你願意不願意 不管你高興不高興 那麼現在的政治現實就是如此 你國民黨沒有單獨過半 那所以像這個院長的席詞 他一定要過半數的支持 所以我們還是會全力的 應該是全力的去 來爭取民眾黨的支持 你覺得說那因為黃珊珊 就被這個譬如說林陶之類 他們有檢討說他是戰犯 那會不會影響未來的國會合作 我覺得我們這次 就是被這麼多的選民托付這麼重大的責任 我覺得應該是國家利益在政黨立志上 政黨立志也一定在個人立志上 那所以我相信黃珊珊她這樣的說法 也許她本身可能會有一些情緒 但是我覺得在未來就是兩黨合作的部分 應該兩黨都應該秉持著 國家利益高於政黨利益 政黨利益高於個人利益 所以我覺得個人的情緒 應該不至於去影響這個大格局的合作 請問委員會覺得說 昨天總統方面失利了 那會不會主席朱立倫這邊 可能要負一些政治責任呢 我個人覺得 就是說在每一次大選之後 可能都會有一些 所謂的要有人扛責任的說法 不過我覺得這次的選舉 我們在總統部分是失利 可是我們在區域立委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其實是攪出 還不錯的一個成績單 那麼所以我覺得在這個時候 而且其實國民黨未來 還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我不覺得 我覺得此時此刻 我個人不會覺得這個時候 我們是要誰下台 誰要負責任等等之類的 那麼所有責任 大家應該一起來扛 那麼現在以黨主席的部分 剛才我們特別講了 未來就是在國會裡面的佈局 還有我們整個的 在一些公共政策 特別一些重大的法案 我們是不是應該趕快快速的來推動 比如說我個人 這兩天我就對不在籍投票 我有非常非常大的一個感受 像昨天我想大家都看到 金門的鄉親竟然因為取消班機 而不能夠回去投票 這個實在是很荒謬的 那不在籍投票 是不是應該兩黨共同的 來一起共同推動 所以我覺得我們現在來做合作 然後做一些我們長期以來 應該要做的一些重大的法案 或者是重大的揭蔽的工作 比如說你高端的疫苗合約 我覺得希望能夠公開 應該是比現在我們大家這邊喊說 黨主席要不要辭職下台 我想人民可能應該更希望看到的 是在野黨發揮一個在野監督的力量 可以了 che podemos掌描一個會議 但是我們剛剛ucci只會的 布偶氏要把剩下來 財光的最後一 chap